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山大学文科讲习教授 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汪朝光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畅谈如何以图证实 读懂新中国何以为新 近代有摄影术发明之后 就有了照片 照片非常直观形象 可以随时随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场景 所以如果从以图证实这个角度来说 近代更适合这个说法用图像证实 西方这个因为他先发明了现代摄影术 有运用延时摄影或者彩色摄影 因此他的这个拍的照片的数量很多方面可能多于我们 所以在西方这个使著里 可能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这个图片 但是随着摄影术在中国的这个发达 我们也知道中国也有了许许多多的这个现场的这个计时摄影或者记录摄影 这些运用在历史研究中 1937年 一张中国摄影师王小婷拍摄的照片 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 引起了国内外强烈的社会反响 据统计 当时全世界有超过1亿人看到了这张照片 从而激起了他们对日军残暴行为的强烈愤慨 一个孤独的儿童坐在上海北站被日军轰炸一片残破的废墟上 哇哇大哭的照片 后来登在美国的Live封面 确实感动了许许多多的普通民众 使他们认识到日本侵略的残暴 认识到中国民众的苦难 从近代中国的历史来看 我们也有许许多多的前线的这个摄影家们 他们拍了很多反映历史真实的图片 那么这些图片以后又为学界所运用 1949中国影像制 用三百余幅珍贵历史图片 重现了1949年的中国群像 有49年5月以前解放地区的生活 和没有解放地区的生活 也有49年5月到10月地区 陆续被解放地区的生活 也有49年10月1号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民众的生活 苏北的百姓和长江边的百姓 怎么样划着山船划着山板 来运送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 在这个图路里也可以看出 大学生怎么走上街头去迎接解放 怎么欢欣鼓舞的这个庆祝新中国的这个诞生 那么他们在未来的这个发展岁月中 怎么又去和新中国共同成长 其实这都非常有意选择这个图片来展示 这也是我们说的图像正式的一个表征嘛 汪朝光表示通过1949年的影像可以明显感受到当时的民心向背 这也是读懂新中国何以为新的关键所在 从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 不去叨扰百姓这件事 就让上海百姓体会到这样一种这个新中国的新的所在 新中国其实已经是一个象征了 我就说的 其实你无论走到世界何处 你一说到新中国 凡人在中国生活过的人 了解中国这段历史的人 都有一种会心的感悟或者感怀 新中国的心和救中国的秀 如果我们本质上我们用一个词 或者一个基础来观察的话 就是对人民的态度 一个是以人民为中心去为人民服务 一个是视人民如草芥 根本拿人民不当回事在救中国 可能这个是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出发点 是否越来越来越可能 你还没有保持人